美股16號開盤之後 三大指數同步上漲 紛紛突破歷史新高 道瓊工業指數一度 佔上了四萬點大關 也是史上頭一遭 道瓊工業指數 大約是在開盤一小時左右 上漲了九十三點 瘦度來到了四萬點 分析師表示 這是因為經濟復蘇 前景樂觀 通膨回落 還有企業獲利的提振 不過尾盤投資人 買股動能不足 中場是翻黑了三十八點六二點 結束連續兩個交易日走升的局勢 納茲達克標普500 以及費城半導體 也都以下跌左手 你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